屏東海生館的夜宿館内活动一直深受国内外旅客喜爱 也能一来海洋生物美景享受深度旅游的乐趣 然而现在无论是在海底隧道围观下与悠游鱼群一同露睡 或是在可爱企鹅旁进入梦乡 在沙域区旁感受经验迹经等都相当疗愈 而这个原本只有单T次的夜宿海生馆活动 现在在游客的敲碗加码下成为常规游城 议员喜爱海洋生物的民众共度一速的梦想 大家非常熟知的一生必体验一次的夜宿海生馆 当然我们从最刚开始的T次团到现在演变层门 全年每一天都可以参加 我们从最刚开始的只有单一个区域 到目前衍生层门三大展馆七大旧景区域 然后为让更多人认识海洋生态的不同面貌 海生馆也与在地社区及生态协会合作 让馆内外相呼应 也让游城更火大 那当然为了让民众能够更认识 除了海洋生态 还有恒春半岛的生态之外呢 所以我们也在2014年 我们开始跟恒春的在地的社区协会合作 那让民众不只来馆内 也可以走到户外去看看海洋生态 在自然环境中的变化 比如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 我们会带民众到港口社区 去看路线七席地 那在春秋天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带民众到我们的厚湾去滑独木舟 那在冬天的时候呢 我们会到我们的龙水社区去采萝卜踏水悬田 春节结束紧接着将迎来二二八假期 海参馆期盼透过多元内容及活动 让民众在各个时节都能轻松畅游 而针对馆内相关优惠及讯息 也欢迎乡亲踊跃上网或上粉丝专业掐询 感受海洋奥妙与乐趣 屏东新闻不听张志豪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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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